嘿大家好我是MNike 教友的Emo 那今天呢是這個六星的表格啦 這個表格上一次更新已經是兩個月前了 所以這個月來更新一下這個表格 那這個表格呢他是在這個鍊角大補帖的其中一頁啦 所以呢 這個表格我做完了就先放出來 可是他最後的表格的版本呢是會在鍊角大補帖裡面的 我這個月預計會更新大補帖啦 就是我之前預期的嘛兩個月更新一次 會有新的角色然後新的評價 然後我也想要把那個天下無雙的評分系統給放回來 那我已經有做一些編排跟安排了 可能只會再做一點微調而已 那目前希望是可以在這個RANK更新之前 就是台版1月的RANK更新之前 那把整個表格放出來啦 希望可以啦 雖然我覺得有一點渺茫 但以此為努力嘛 好那總之呢這個六星的部分做出來 那就來跟大家稍微提一下 那其實呢之前的角色的評價都沒有太大的變化喔 因為目前來講 PVP跟聯盟戰以六星的角色的角度來看呢 並沒有一個決定性的變化 所以都差不多 前面角色的評價都差不多 那比較有變化的是這個靜流跟熊錘喔 那這兩隻角色呢 主要還是PVP使用啦 這兩隻角色因為 上一次兩個月前在做的時候呢 這個熊錘還沒出嘛 那靜流也才剛出而已 在這兩個月的使用下呢 我覺得這兩隻比我當初預期的還要再強一點在PVP方面喔 那先來講這個靜流的部分喔 那靜流呢在防禦隊 像例如我搭配酒鬼啊 然後這個六星靜流 然後六星酒鬼這樣子三隻的組合呢 那這樣子的組合你如果只有日和的話是比較難打穿的啦 你可能會需要 日和搭配一些其他的角色 像例如初音啊 或是一些 甚至拉比尼斯達這樣子的破防角色 來盡快把羊駝推掉 要不然靜流這個物理的防護 然後加上說酒鬼又有單補的能力 你幾乎很難用日和 就把對方的羊駝給推掉 那這個呢 是這兩個月體驗下來之後發現的一件事情啦 就是在靜流六星之後呢 不管是1v1還是3v3 日和的火力漸漸的有一點 怎麼講漸漸有一點不夠的感覺 就以前的版本日和剛出那一兩個月呢 是我不管怎麼樣我日和放上去 那他的UP下去 大家就是倒成一片 就是像打鼓牌那種感覺 但是 這兩個月越來越覺得 日和的火力有一點不足 那這一個六星的靜流 就是其中一個原因啦 其中一個原因啦 那當然呢 裝備啊 然後煉度的提升啊 版本的變化等等的 也都還是有影響啦 總之呢這個靜流在防守來說呢 是比我預期的 還有強一點的 1v1的出場率真的是還蠻高的 至少在我的區間 前100名可能有 80個人都是放這隻靜流吧 那再來呢是這個 熊錘的部分喔 熊錘的話呢 強度也是非常的足夠 他那個擊飛的效果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浮誇 就像剛剛講的那一個陣容嘛 就是 如果你運氣比較好 或者是說你的陣容編排的部分 讓你剛剛好可以把羊駝跟姐姐 都敲到後面去 那就變成酒鬼坦了 所以就可以直接把酒鬼敲死 像這樣子的對局呢 在我自己的使用上是還蠻常發生的 所以呢 熊錘這個角色呢 在進攻來說的使用率 至少我自己個人的使用率是還蠻高的 不管是3v3還是1v1進攻都是非常好用的 那防守的話呢就會有一點奇效啦 比較常在3v3看到 1v1比較少看到有人用熊錘防守 畢竟他的站位還是太前面了啦 所以呢會比較好針對一點喔 所以這個在1v1的防守是比較少見的 比較常見在3v3的防守 跟這個1v1的 跟3v3的進攻方面 這個樣子 那再來呢 這兩隻真的是不知道什麼時候會開啦 所以呢評價也沒有太大的改變 反正也還沒有用到 不知道 Soneer什麼時候會開 目前看起來應該是12號左右啦 就12號會關機維護嘛 所以有可能那個時候會開 然後呢 未來的角色 這個扇子也是非常浮誇 一直到現在目前日版的最新版 也還是非常的強勢 也就是說啊 至少3個月啊 至少強了3個月嘛 那後面這幾隻呢 這兩隻是上一次沒有的喔 所以會講比較詳細一點 首先是爆弓的部分 那爆弓的話呢 他就是單體的物理輸出喔 以PVP的角度來看呢 他會有一些正面打坦克的打法 算是有一點奇效的感覺 就用露娜去補他啊 或者是說 用這個泳裝效率去補他 然後讓他可以快速的 把對面的坦克給推掉 把羊頭給推掉 是有出現這樣子的打法的在日版 所以呢 專職PVP的玩家呢 是有這樣子的花樣可以玩的喔 只是 呃 如果你只是滑滑水的話 你只是想要挖個礦什麼的話 有可能就不會用到啦 可以用其他的陣容就好 那PVP這個PVP的部分講完 聯盟戰的部分呢 這個爆弓在上個月就是 日版剛出這個爆弓的那個月的聯盟戰 是有一點點自我求的感覺喔 就是 這一隻六星的爆弓的表現是還不錯的 在聯盟戰來說 所以呢 以聯盟戰玩家的角度來看這一隻爆弓也是 必練啦 也是必練的 那他 當然啦 他是純物理輸出的角色 所以相對於破防啊 或是 呃 相對於秋乃來說可能優先度沒有這麼高 但是最後 你還是必須要練的一個角色啦 是這樣子 那也因為他在六星之後的強化來 呃 讓這個角色的未來性 適用的到的 所以呢新手 如果你想要一個後衛的輸出的時候也是可以用到的 那在推圖的時候有時候遇到一些範圍攻擊的嘛 像拿五四刀的那個蛋頭上有蛋殼的那一隻 或者是說那個會打開的那個門嘛 都是範圍攻擊的 那這樣子的範圍攻擊如果你心數不太夠的話 前衛的母一米之類的有可能會扛不住 那你就有可能可以用上這樣子的後衛輸出角色在推圖的時候 所以呢 這一個爆弓我也會覺得新手的時候想要練一下是 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反正你最後都要把他升上六星嘛 PVP跟聯盟戰都是有機會可以派箱用場的 那再來這個 倩理是這一個月新的 所以目前的評價還是不太確定 但我已經有看到技能組了 以技能組來說呢 我個人推測 PVP應該不會非常強勢啦 就是不會 真的非常強勢 可能用還是可以用啦 但是他就是破防加魔法的 buff這樣子的角色 你如果用一個之前那種法針對什麼的 如果派得上用場的話 可能還是能上 但不會比六星前強到哪裡去 比較強的應該是聯盟戰的部分啦 可是聯盟戰來說的話 他就只是變成 UB多了破防 然後UB的那個buff變多了 大概就只有這樣子而已 所以呢 對啦 就是聯盟戰偷懶法堆 跟 新黑刀 都有可能會上場 上來破防跟buff的角 然後 以新手來說呢 因為他上了六星嘛 所以未來你打聯盟戰 但是有可能可以用到的 所以你新手想要把他練來當法師用是可以的 因為新手在推圖的時候會有一些物防的怪嘛 就是物防特別高的怪 那你物理的角色 像母英明像克總 可能打不過去的時候呢 就會需要一個 法師嘛 那就可以練一下 那畢竟他也是地下城的 新手也比較好生一點 是可以 新手是可以練起來的 好 那比較有變化的地方呢 跟我想要講的東西 大概就是 那上面這些東西沒有太大的改變啦 一些小細節 改了一下而已 然後下面的這個部分呢 新手取向這個地方是沒有換的 只有這個 缺無理輸入這個地方多了一個 爆弓嘛 變他上六星了 那pvp取向這個地方我是整個有 調整過 其實 這個部分還蠻難去做 推薦的 因為pvp的區間的狀況差太多了 就是我在我的區間 每個人的區間是不一樣的嘛 就是pvp的 沒有辦法 容納整個45系這麼多的玩家 所以呢 是會有分區的 那每個分區的風騎 大家喜歡放的防禦隊 習慣用的進攻隊會不一樣 所以呢 每個區間 會用到的角色 可能會稍微有點不一樣 所以這個地方是 會有 增一點點 那我盡量用 比較沒增益的 方式去排 但是呢 最終還是以我的區間的 狀況為主 反正 這些角色是T1 這個應該是比較沒有 增益的 就是進攻跟防守都比較 常用 或是比較強勢一點的 角色 就是這個T1的部分 那防守比較常見呢 就是進攻 稍微比較少用 比較常在防守隊看到的角色 就會放在這個地方 那奇效呢 就是奇效 就是 不管是進攻還是防守啦 反正奇效就是奇效 那3v3比較會看到這個地方 就是以前很強 然後現在有一點點 退環境的 感覺 所以在 3v3要上 三隊 這樣子的情況 才比較會看到他們 出場啦 那這個是 這個部分 沒有放上來的呢 就是我覺得 用不到的 像這個 零 就是沒有放上這個 PVP取向這個地方 因為我覺得 PVP用不到 那 再來就是聯盟戰取向 聯盟戰取向這個地方 也會稍微有 點爭議啦 反正我是 大概 排了一下 如果你是還沒有 滿等的 玩家 想要以聯盟戰 為目標 然後來練的話 是可以這樣子練啦 只是 他會有一些 變數 像例如假設你是 滿等玩家好了 那這一個月呢 你已經看到說 我們會用到 假設 魅弓好了 這個月嘛 1月 台版 台版的1月 魅弓是有可能會上場 那你可能魅弓會 需要提早 升一下 或者是說 你有母英米了 所以呢 物理的輸出 你就都用母英米 就好那日和的優先度 可能就可以 往後推一點 例如說 法師好了 你沒有 獅子花 你沒有 這個泳裝的 凱流的話 那欠你的優先度 就可以往前提 所以呢 這個部分 還是會要看你的 BOX 所以這個地方只是 大概 排一下 而已 還是要參考一下 上面的這一個 短評的部分 好那今天呢 就簡單跟大家介紹了一下 這一次更新的 六星的表格啦 那這份表格呢 我一樣會放 圖片的版本 在資訊欄的地方 就可以 參考一下 那最後的表格呢 也會在這個月更新的 大補貼 裡面 好不好我希望 RANK更新 就是開圖開等 之前能 做完啦 好不好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希望都可以幫助到大家 更了解這些 六星的角色 以及選擇 自己要先農哪隻 先練哪隻 那今天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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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